PS5接音箱的六种方法 第一,找一个3.5mm的线接音箱 把这个接口插在手柄的这个位置 缺点是不太方便 因为这个口是接耳机用的 手柄距离人很近 耳机线又很软 但是接音箱的话 一般线都比较粗 而且距离音箱比较远 不是很方便 方法二 如果你的PS5接的是电视 你的电视有这种光纤接口 同时你的音箱也有光纤接口 可以用这种光纤线 用电视连音箱 音箱的效果会比电视的效果要好一些 方案三 PS5接到显示器上 你的显示器如果有3.5mm的耳机接口 可以通过这种转接线接到显示器上 另外一头接到音箱上 但是这样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这种模拟的3.5mm的耳机接口 接显示器的话会有爆音或者电流声 方案四 不管你接显示器还是电视 找一个这种独立的声卡 用声卡的USB接口插在PS5上 这样PS5就能识别到一个音频设备 虽然这个东西它是独立声卡 但是被PS5识别成耳机 这样可以通过独立声卡来接音箱 这个方案也有一个缺点 因为这个USB设备被识别成耳机 它的声音是比较小的 这样就需要把声卡的音量调到最大 把音箱的音量调到最大 基本上可以正常听 但是第二天别忘了把音箱和声卡的音量回正 要不然突然一下子声音会很大 方案五 你的音箱有一个USB接口 像这种音箱 它内部会集成一个独立声卡 这种独立声卡也是有芯片的 根据我的了解 大部分这种带USB接口的音箱 它的声卡芯片是不能被PS5识别出来的 比如我在网上看过像漫步者的S880 还有A80这种一千两千多的音箱在PS5上都不能识别 包括KF的EG 它们都带USB交口 但是PS5都不能识别 但是雷蛇有一款2.1的音箱 它的USB可以被PS5识别 方案六 PS5是通过HDMI线和显示器或者电视连接的 这个HDMI线 它里面又包含了视频 又包含了音频 我们可以买一个分频器 从PS5出来的HDMI进分频器 从分频器里出来一个HDMI接显示器或者电视 另外一个声音出口可以接音箱 以上就是六种PS5外接音箱的方法 如果你还有别的方法 欢迎写到评论区